庄子,姓庄明州,战国中西人,庄子是中国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,是继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又一个巅峰,对吴庄子,我们定不陌生,诸如庄州梦蝶,古喷儿歌等等我们几乎是耳熟能详了,但关吴庄子,到底是今天哪里的人说法不一,历史记载,只说庄子是东周时期宋国猛人,然而东周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,这两千多年里,沧海桑田,梦这个地方,到今天具体的地理位置真的不好说,而且史料队,此也记载甚少, 关吴蒙的现代地理位置,说法有三,即河南商丘说,安徽蒙城说,山东东明说,三种说法,各是一词,都无确凿证据,不过在我而言,我倒更觉着山东东明说较为确切一些,原因有三,一是庄子,正坐过七元里,七元也是个古地名,大致在今天山东东明县,二是庄子最后的回音处在南华山,南华山是一座古山,千百年的沧海桑田后,今天已不复存在,不过根据史料考证南华山也在今天东明境内,三,今天东明县, 东明县有一个庄寨村,庄氏族人久居屋子,并都认为是庄子之后,而且今天东明县庄寨村有南华庄子官一处,南华庄子,观史建屋628年的唐朝初,庄子官厚二十米,有庄子母,综上所述,庄子顾礼在东明教雷确切些,当然,证据还是不审充足,也只是推测,不过无论庄子顾礼蒙,到底是今天哪里,庄子是中国的,庄子顾礼也是中国的,今天我们来看看南华庄子官吧, 今日的南华庄子官,虽然现在它最初的旧址上,但建筑显然都是现代所为,南华庄子官,自628年的唐朝初建以来,经过即150年的历史沧桑,也屡刀炸火破坏屡次重建,时至今日,那些旧有的建筑和团马,我们是不能目睹了, 并多能从今天的庄子官内看到些残碑旧点之类,今天的南华庄子官,总体而言,有正大殿一座和天殿两座,正大殿名曰南华殿,殿内有庄子塑像和庄子实际壁画的东天殿,名曰庄子文化陈列馆,殿内陈列驻东明县的部,的历史介绍,以及庄子有关的书籍,和庄子官以前的旧点,贝塔等,西天殿是庄子文化交流中心,今天的南华庄子官,坐落在东明县庄寨村村北的黄河外地上,庄子官正大殿背后,是庄子� 庄子墓西侧,是南华山遺址所在,东侧为不同年代的石碑林,南华庄子官,唐朝贞官,初年出现,后旅,遭不测又旅被重建,进入近代,1988年4月,居住在东明,曹县,和泽,兰考,西县,圆阳等县市的庄室中心,捐资重建,2005年,因国家黄河标准化低房建设,庄子官被拆除,2007年,庄氏族人多方集资,再次重建,即现在的南华庄子官,今日的南华庄子官,静静地坐落在黄河外地之上,从� 庄寨村北行,走过一座石桥,时急而上,攀登基石结石,踢即可到达南华庄子官大门前,庄子官背后,是庄子墓,庄子顾黎盟的现代地理位置,不慎明了,但庄子墓的位置是确切的,庄子最后的归隐处,是确切的,这是南华庄子,观征大殿内的庄子塑像,一代宗师,他的肉体早已不复存在,但他的精神和灵魂注定,永世逍遥有无广妙的宇宙间,在传统中国的文化界,道家虽然不及儒家影响之广,但� 一代统治者,也都针对庄子进行过照封,这是南华庄子官内的石碑灵,石碑灵力尽显荣耀,或许身外知名和身潜荣,如不是庄州本人及其哲学的归相,但这些不同年代的石碑,却多多少少留住了些那过往诸多年代的风影,石碑会腐朽,庄州精神腐朽,他将永远伴随中华民族,一代又一代西洋的子孙创,早灿烂和幸福,庄子经常演一些转小惊叹的预演闪述这里,他的作品常被世人称作文学的哲学,哲学的文 庄子的一生是求索的一生,他作文不拘密,用语灵活自如,一如他逍遥乌天地间的情怀一样,天地有大美而不演,庄子有大智慧而不传乌文字间,庄子的哲学观,我们不仅要从其著作中体会,更要结合自然结合社会进行感悟,新的时代,新的征程,新的求索,千百年后,庄子不老,庄州精神不老,庄子是一家的祖先,但庄州精神是全民族权,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,当我们在主流思想面前遇到瓶颈时,不妨拜求一下庄子,或许 内中,就又让你鸽然开朗之法门,南华庄子官后面的庄子墨,一代宗师长年屋此刻,先锋道骨归昂然,春又来临,置身南华庄子官闭上眼,在春风的吹拂下,似乎昨日中线,两千多年风月似乎瞬间回转,如果你能暂抛迎您放空心思,春风里肃有庄子自信的传道之音